夏天到了天氣真的好熱好熱 不少民眾會打開冷氣來納納涼 但是在彰化地檢署的檢察官 他卻指控說加班時間 沒有冷氣可以吹 檢察官臉書PO文 每天八點半上班 到九點才有冷氣吹 下午五點斷電 直到晚上七點才又開冷氣 中南部天氣熱 不到七點辦公內褲都濕了 不合情理吧 因為加班算公務吧 經濟熱就是要吹啊 民眾說檢察官工作繁忙 加班還沒有冷氣吹 可能影響到工作的表現 但也有其他檢察官持不同的看法 認為大太陽底下工作的民眾也很多 檢察官有冷氣吹就應該要執主 五點到七點之間 因為同人外出用餐停止供電到七點 那在月底的時候 會調整時間從六點 晚上六點到九點 另外PO文還提到 檢察官沒補貼郵資 沒鑑定費 出差 沒車搭 地檢署表示 檢察官指控的問題 他們也一一解決了 醫生也提醒 熱到內褲濕掉 得注意身體狀況 檢察官工作繁忙 時常要加班趕進度 沒有冷氣吹 也可能影響到工作表現 但也得注意 流汗到內褲濕掉 身體的狀況也可能亮紅燈 記者陳盛偉連家姓張志凱 將發報導